我姐她想穿个夜 完了现在开了一个服装店 但是干到一半 她家没啥钱了 帮忙现在也在四处筹钱 但是她有点等不及了 完了她那些闺蜜一啥的 就给她出了个招 就是说早点结婚 完了就给她介绍了一些 就是相亲对象 你的介绍我好的也喜欢 但是介绍的那些都是 四周大的 二婚的 都是这样的 有一次吧 就我姐和别人吃饭去 都让那帮老鼻头灌多了 那好像没回来家 要不是我那早点去 她根本就回不来了 你说我姐这不是 就有点鬼迷心窍了吗 你说她现在就是一心想 把这事业搞起来 早点嫁出去 完了有点钱 你说这咋整个的 你能不能够想象着吗 行 在这上它容易受到什么伤害 这样老弟 我明天给你想着 咱们再联系 好不好 你好 我是老姐介绍的 你好 你好美女 我是海龙 叫娜娜是吗 对 你好 请上车吧 今天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见个面吧 我看您这个车开得挺好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还没给您详细介绍 就是在沈阳 有两个小事业 反正就是年产值之后还可以 然后今天蛮可观的 然后我现在一门心的想 就是正儿八经 他说结婚 挺感谢那个姐吧 把你介绍给我 行 然后你就正常想了解什么 就可以问我 这个人就是很直白的 嗯 咱这个车为什么不关盆啊 这个有点不好悉的 就前两天刷车的时候 把那后边的控制信弄坏了 然后没来得去修 那个咱也是第一次见面 那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我感觉还可以吧 就是文静 大方 身材好 学末还刚好 再能加上一点孝顺就更完美了 我是前一段时间刚辞职 然后这段时间 在筹备一个我自己的服装店 然后最近也挺忙的 那你们忙的话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 我成天闲 有事就下手去打理 然后需要帮忙去叫我就可以了 我之前辞职 然后现在手里也没有什么积蓄嘛 我父母也帮不上我啥 他们也是工薪皆成 然后这个装修 那个预算反而现在不太够 就是装修花很多钱 可能后期进货什么的 就会那个缺一些资金 你可以直接跟我直接说就行 就是需要一笔 那资金能周短下来呗 对 就是你可以算你入股的 就是到最后我年底可以给你分红 不是老妹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 用多少钱一会儿给你拿 用多少钱 我去自己的面子 没事 嗯 就到那交朋友了 大概二三十万吧 二三十万吧 那咱就比那个预算多拿点吧 咱拿四十万 你先用着行吗 真的假的 不是 那我没有啥好骗你的对不对 坎成相待嘛 嗯 那大概行 以后咱们也就是一家人了 好好处呗 然后咱俩别在这聊了 主持有点冷 咱俩找阳光好一点地方 咱俩再交心聊一聊 行吗 咱俩要出去一下我就想带你出去溜的蹦迪摇头上 那你天天上班那多美女 要干脆别整 那我觉得我也得有一个工作 嗯 你看美女我这个人吧 就是虽说玩得比较浪荡 但是我对感情特别专一 而且我也挺着急的 不仅说着急结婚的 你看咱俩这个关系就是什么事情能进一步 哥我这边店正在装修吗 你刚才说的那个40万 你看什么时候 不是老妹 这些事情强势好事 但是你别太着急 啥事都慢慢来 需要更多你可以跟我支撑 但是我现在不是跟你闹咱俩的事吗 就是咱俩 就是你 我马下我订店的 咱俩来店的 我一生的长 咱俩啥时候能进一步 咱俩一样 我着急 你住直 我爸当时嫌小孩 对 啊 而且就这个年代的对吧 就是你行我愿相中了就可以快一点来过去 是吗 这个 这个看你呗 看你呗 那行 那我懂了 那你看 有个不情之请 就是 你感觉今天咋样 这么快 这么快 我知道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没人 不太好吧 老板你别误会有限 带你去看看 咱先看看那地方 我就想让你看我的秘密基地 贼幽静那个环境 咱就去瞅一眼 咱先不想别的 是吗 那也行 走 老板咋样 就是 就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基本上不会通过人 你知道吗 不是 一般人发现不了 这可挺刺 而且你听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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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声 是 是不是行 抓点紧呗 啊 那 那 你就素散素酒 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老二老三 老公 老二老三你过来一下子 这这谁呀 不是你别害怕啊 那什么 那边死不受 我介绍一下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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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我妈生小孩的 然后她俩智商有点低 然后我妈给她找对象嘛 也担心祸呢 那一期都不至宝 那一块都热了 不可以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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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可不可以 нем escapes 唉呀 唉呀 唉11 抬我角摞 抬我角摞 手壑 唉呀 这谢谢我踩 喔 唉呀